台北市上山區的慶幸家 有一大工地 雜美地基上衝落去 還有車路開一邊 這動在路邊的四台車也開開 可能沒人到上 台北市長久萬安 雜美國家現場勞改總統 早不瞭解這個工地要不開始後 才準備要做連續拚 因為度高來不至然不夠 倒不掉 才會造成車路落下來 無情是趕緊退堂保康 按照憲觀處 已經下令這個建案的停工 你車要給他花十八萬 台北市發生後 現場有經概率 人行都下降1.5公里 台北市慶幸家和行安家 高車路口一個新機的工地 二三晚上下降 台北市長久萬安 9點左右這麼通報 沒有相關的現場 留給總統 早不瞭解是因為 度高微博 支持了投報告 造成度高官報告 外面的路邊才下降 目前我們正即刻進行 緊急回潛 那先就內部搗勾的部分 然後接續就會就路面塌陷的部分 來進行維碱 就是將所有的影響 跟衝擊不要再擴散 中環表示前前幾回座 已經開設 所有相關局處都會後面控制 有關才沒有造成經關上門 不過有時來停在旁邊的車 搭載下去 台北市結構技術公會 理事長七五卿 到現場了解進行基礎 因為度高做不好 才讓局部的路面塌進去 局部比較失作這個比較不佳 然後造成我們這個道路的這個碳線 那現在最重要的話就是說 把那個挖掘這個島溝裡面的這個坑洞 先把它補起來 那因為它區域不是很大 所以應該這個災害的這個擴大的跡象 應該不至於說 這個產生一個很大的影響 鄉州單位台獨廣定表示 要領域是市長島進展學院 非常部分會跟孝順單位互通協調 但是見關處之外 這案件為法建築法 已經明明提供又花十八萬 記者綜合報道